美国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曾经表示 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抗疫援助 别的国家是否收到我不清楚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迄今为止 中方从未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和援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如果有人说中国制造有毒 那么请说这种话的人 不要戴中国制造的口罩 不要穿中国生产的防护服 不要用中国出口的呼吸机 以免他们染上病毒